谭子位于旧县市的交界 人口数急速成长当中 但是在艺文的空间方面却是略显不足 有业者看重其这里面的交通便利性 是大手笔投资了200平的艺术中心 希望回归地方来推广艺文 这首档的展览就邀请到艺文界的老中亲 18位艺术家来进行连展 包括了雕塑家谢栋梁以及郭希等人都带来作品 相当的精彩丰富 透过镜头就带您一块来欣赏 冬外贵宾共同剪彩迎接地方的艺文大喜事 谭子第一间民间自办的艺术中心正是落脚中山路 有200平大的空间 而首档展览就邀请到艺文界18位的重量级大师展出 老中亲三代以新意传承为主题 为新的艺术平台来打赏名声 南部人我来台中设计 原地住太平住不几年我就拨来探主 所以算定一半的探主人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在探主这 让我们探主地区更有文化气息 这18位优秀艺术家当中看到了我们台中市在美世界 这方面蓬勃发展并且既有相当大的潜在市场 那如果能够再跟我们台中市四个文化中心的 相关的这个展领空间相搭配的话 我相信这是打造我们台中市新的文化城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契机 热衷推广太极拳八卦掌的雕科师谢栋梁 也是受邀的艺术家之一 他展出了山水系列跟大家分享 这一件事炎炎不断 这个是好像是水从上面流下来 像房额之水添下来 代表炎炎不断 这是不锈钢的 而这档展览作品是丰富多元 除了雕塑又油画焦彩化的展出 创新的创作风格也带给了大家耳梦心的感受 这条是比较柔和 那这一张其实比如像这个鲤鱼跟水池之间的游动 它产生了一种趣味性 那大致上我喜欢画面是比较柔情的 这个鲤鱼呢象征啊 鲤鱼满堂 吉祥富贵 喜气的感觉 我把一些象征性的内涵的东西啊 把它结合在一起 让这整张画看起来呢 更加的喜气 而由于艺术中心是属于大品数的空间 因此是倾向以点展为主 可以让更多的艺术家拥有交流展现的舞台 更可以丰富民众的艺文视觉 活络地方艺术的风气 记住离家台中采访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